夏天今天真的是飙高温啊 所以你的水喝的够不够呢 到底要喝多少水 以这个两公升来说好了 基本上每人喝的水量 你自己的体重乘以30到40之间 就是你要喝的水量 比如说你50公斤 配合1500到2000cc左右 是你需要的 而在夏天呢 最担心的就是大家吃肉 是一早饭的高纳食物 有哪些呢 你觉得流了很多汗 所以喝了一罐运动饮料 没有想到就占了 你每天所需的含钠量的十分之一哦 哇 觉得夏天热 就吃一点点的这个 好像是面线啊 拌的干面线 居然已经超过一天含钠量了 另外 凉面就最地雷了 中午不想吃东西 想说吃的凉面比较清爽吧 居然也占了一天二分之一的含钠量 至于梳打饼干 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碳酸清纳 所以呢 也有纳 再加上调味 这真的很不得了 还有白吐司 以及所有的面包 都是哦 基本上它在做的过程 都会加很多的盐 所以也是要注意的 最奇怪的就是这个 零卡果冻 有意思告诉我说啊 因为呢 盐也是改良剂当中一种 所以呢 很多的加工食品当中 会加盐哦 就要特别小心 才会在夏天 导致身体出状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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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